现在在路边这里摆摊了 一边开播一边卖 一边 一边播一边卖 终于是个摆摊的老板了 对啊 因为现在是下午三点钟四点钟 很少人逛市场的 很少人的 没什么人 要到五点六点钟才会多人的 因为五六点钟的万人他 那时候就没有地方摆了 所以拿来找一点 订好位置先 这个牌子写好了 现在围去了 卖的不多 卖的有四四框 差不多五框吧 也有个几百斤 这样下去应该也不用太久了 也卖完了 终于到家了 先煮点那个 四点钟就可以了 买了一点那个 手丝机 因为晚上还要九点钟要开播嘛 刚才七点钟下播 现在回来 也差不多八点了 七点东西 九点钟还要开播 所以 可能不想煮菜了 煮菜又太晚了 太麻烦了 这个门条开了些 坏了 从外面开 才能开得了 小九他们不是回来了吗 没见人呢 应该去抓鸡了吧 有朋友们订的那个鸡 再抓回来 杀好 明天才能发货 今晚就吃旧菜吧 现在有旧菜了 哇 这个刚刚蒸好 这个粉粉到爆了 现在糖化过了 哇 这个真的看到吗 粉到爆了那种 等下开播要用 放凉一下先 这个鸡 这个是多少号的 看一下 看一下脚 看一下脚 别动 这个肥沟 326号 这个肥沟 很长的 现在准备帮你们杀好 然后呢 冻一个晚上 就可以发货了 不动 我现在天气太热 怕不了 在烧水啊 好 柴火烧 你会用柴火吗 那会用柴火 鸡肉 鸡肉成本 大哥呢 这个回去会牛了吧 你今天卖了多少南瓜 在卖了几框而已 我们要不要明天早上起早一点 去那个批发市场去卖 还好批给人家 早在哪里批我都不懂的 大市场那个 大哥应该知道吧 我都不懂他在哪 早上就早上在那里批的 好像在那个 我们经常买菜那里 那个桥下面那里啊 买菜 那里可以批啊 不是在大市场那个位置批吗 对啊 明天早上去看一下 要起早一点 六点钟热起来 那不得五点钟起床啊 对啊 不是七八快一点 你这样子卖别人的 要卖到好年马院才卖得了 对啊 这也是啊 太久了 明天早上叫大哥一起吧 婴儿